医院内病患已经家属进出频繁 所有医护人员不管里里外外 几乎都要戴口罩 以及在入口处第一线要接出患诊的职工们 统统都要戴 从大医院到小诊所口罩需求量大 但现在台南却有护理师爆料 口罩被按杠拿不到 他说任职的血液透析诊所 老板把政府分配的口罩都自己囤货 虽然每天都叫他们签名要领口罩 但都没有发给他们 说这是怕疫情爆发 会没有口罩可以戴才要囤货 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的理事长就表示 说有收到护理人员的投诉 明明卫生局有发口罩给各诊所 但他们只有签名都没有拿到半个 实在好无奈 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 这个部分如果在公部门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贪污罪 贪污罪 那私部门的话 我们就是用侵占来做一个处理 目前有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没有我查过都没有 不过台南市卫生局却表示 查无此事 理事长也说 他们目前也只接到这个个案 是在一间洗肾诊所 尽管只是个案 但有没有可能还有其他诊所 也有类似情形发生 护理人员敢怒不敢言 相关单位可得多加监督 别让需要口罩的医护人员 少了最重要的防御装备 记者赖冠章 杰博士台南高雄综合报道 杰博士台南高雄综合报道